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喜欢问神将天地更新万物复兴的目的为何 既然神的儿女们不再需要今世广大丰富的物质 像天使一样 不需要吃喝乃是永恒福分的记号 我们的答复是 只要看到那新天新地 就会成为我们极大的喜乐 单单经历天堂本身不需使用之 就远超过我们现今享受的一切愉悦 让我们想象自己住在地上最富裕的地方 并享受各样的快乐 难道我们不会实时因生病而无法享受神的恩福 常常因自己不受节制的情欲 破坏了我们所享受的高度快乐 这就证明任何清洁纯洁的享受 不受罪恶的污染干扰 虽然没有使用今生的腐败事物 仍然是至高的喜乐 又有人问 是否连渣子与金属杂志 也要与天地万物一同更新 它们与新天新地是不相容的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此说似乎有理 但我们跟随保罗所说 盼望新天新地脱离从罪恶而来的败坏侠制 就是使一切受造之物 叹息劳苦的咒诅 更有人追问 既然在那时人不再有生育后裔的福分 还会有比现在更好的状态吗 回答这问题也并不困难 圣经奇妙强调生育后裔的福分 这是神要人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治理开发自然界 直到达成神所预定的目标 然而在这目标达成后 在那完美的境界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不谨慎的人 常被诱惑所俘虏 更加好奇追问到底 至终陷入无法自拔的漩涡 结果是 每一个人喜爱发表自己的意见 没完没了的争论 让我们快刀斩乱麻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 群众中很少人关心 自己当怎样行才能上天堂 然而所有人都想早早知道天堂会是怎样 几乎所有的人都懒惰且厌战 却已经编织自己所幻想的得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